輕鬆一下我們來品嘗一下視覺系的美食 高雄市政府舉辦鍋燒麵大賞 讓民眾要票選前十名特色店家 而曾被票選為北海道最好吃的拉麵店 快閃高雄新很多拉麵迷朝盛 另外還有店家把奢華松葉蟹鋪在麵體上面 而且整碗麵都被覆蓋了 看起來好浮誇 甜蝦熬煮的蝦湯沖入鍋內 和蝦油薑蒜一起爆香 現場瀰漫陣陣誘人香氣 每一碗拉麵的湯頭現點現做毫不馬虎 加入Q彈的麵條與叉燒 還有紅燕燕的蝦味麵酥 最後擺上一顆糖心蛋色香味十足 你從第一口吃進去到你後面喝到 所有的就是到後面整個吃完 你的那個嘴巴都還是一直留著蝦的味道 曾經被日本票選為北海道最好吃的拉麵店 快閃高雄 許多拉麵迷都把握時機前往朝盛 門口大排長龍店家煮麵的時候沒有停過 高雄六合路上這家有被鍋燒麵 耽誤之稱的早餐店 有套客說每一次回高雄都會光顧 而且幾乎所有客人都會把麵裡的四隻蝦 挂在碗園先放涼 獨特吃法相當有特色 另一家高雄熱河街上的鍋燒專賣店 紅通通的松葉蟹八隻腳伸出碗外 將整個麵碗覆蓋看起來超級浮誇 太好吃了 不想吃了 客人剪開蟹殼挖出鮮美蟹肉一起分食 每一間鍋燒店家各有特色 高雄市政府舉辦鍋燒麵大賞 將讓民眾票選出前十名 找出心目中最好吃的那一碗麵 記得蘇玉婷 劉啟文 高雄報導 太联明了 瑞霍